第0311章 剑64事 圣殿中一片沉默 中月一番喝问让人警醒 原本许多支持于大长老的长老 堂主也纷纷与他割裂 殿内所有堂主 长老彻底分成两大派系 一方是于大长老 风无济一脉 一方是陶陵 秋潭 黎山 军山 田峰等士族的长老 堂主对于大长老彻底失望 与其针锋相对 还有南路 有于 水徒 雷虎等士族 也有不少长老和堂主 在犹豫迟疑 不知该加入哪一方 剑门大有分裂的趋势 是非对错 总要较量一场 于大长老一方 毕竟是不占据大义 人数较少 但是有着外族的强者支撑 九位外族巨拨 再加上法天境强者数十位 是何等强大的一股力量 不过各大士族这一边 也有军司邪 方剑阁这两位年轻巨拨 再加上剑门的剑灵 神灵随时都可以催动 他们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校园和校缺起身 冷冷地看他一眼 冷声道 还有谁要一起去 幽老迈步走来 道 镇峰堂内镇压着我 重离神族的五道神人 我自然要去 全劳你留下 助渔门主肃清反贼 华镇夫人走来 清笑道 我也要去看看剑门的镇峰殿 供应我魔族的圣灵 山神族的几位祭祀走来 其中还包括一位巨拨 还有几位龙族长老 当户族 名蛇 四族等族 各自有几位祭祀走出 他们显然是 垂涎镇峰堂中的财富 至于镇峰堂中 镇压了他们的族人前辈 时隔这么久 应该都已经死了 就无可救 不被他们放在心上 而奎龙族的那位巨拨 却是一动不动 不为镇峰堂中的财富所动 他此来 是为报仇而来 不是暴魁正之皮 落在忠岳手中之仇 而是暴魁正死在 剑门手中的大仇 五位巨拨 二十多位法天 忠岳眼角轻轻跳动一下 风无忌也是一位巨拨 再加上校园 校缺 华真 幽老和山神族巨拨 便有六位巨拨 让他心中 不仅替水子安捏了把冷汗 除了这六位巨拨 还有二十多位法天境的祭祀 长老 这些人也是一股 极为强大的力量 他向殿外走去 心中默默道 妖族还没有出现 东荒就在大荒旁边 师不易对大荒虎视眈眈 岂会毫无所动 没有出现的 反而是最危险的 而且 孝芒神族出动了 殷勤圆缺四大巨拨 而众黎神族 身为独占南荒的神族 只出动了幽权二老 好像也有些态调已清新了 恐怕也是 在暗处隐藏了力量 门主和水长老 引出这么多强者 你们吃得下吗 吃得消吗 小元 孝缺等人跟上他 而殿内还有孝晴 孝英 幽权 和那奎隆族巨拨 这四位巨拨 再加上渔掌 基于大长老 便是五位 还有三十余位法天境的长老 祭祀留在殿中 对垒陶欣仪老太太等人 于门主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孝英冷冷道 剑门上下若是 有一群苍蝇 嗡嗡嗡嗡 围绕你打转 你做这个反对 做那个也反对 你这个门主 做得恐怕也没有滋味吧 于大长老脸色阴晴不定 突然输了口气 现在他也是骑虎难下 必须要做出决断 君思邪看到他输了口气 脸色微变 喝道 诸位 一起祭祀我剑门神灵 孝秦老玉突然黑黑一笑 原神秘境之中 一见魂兵飞出 却是一枚神珠 漂浮在空中神威弥漫 那神珠旋转 各种嘈杂的声音传出 那是祭祀之声 各种念头混杂在一起 嗡嗡作响 渗入魂魄之中乱语 陶欣仪等人刚要祭祀 各种祭祀之音涌来 将他们祭祀的声音打断 无法唤醒剑门神灵 可以动手了 孝秦老玉长笑 向殿内的剑门长老 唐主痛下杀手 其他三位巨拨也立刻动手 又有各大神族长老涌上前去 将众人困在这圣殿之中 要在圣殿内将他们统统解决 突然 一道璀璨的剑光向前击射 光柱滚动 光剑旋转切割 将涌上前的诸多强者统统逼退 方剑阁仗剑逼退众人 率众杀出圣殿 这道光柱起时 于大长老抓起神剑并要劈去 突然只觉那神剑无比沉重 竟然没能提起来 心中又惊又怒 没有祭祀天帝 成为门主 便无法动用神剑吗 就算不用神剑 我也可以用杀光这些反贼 他杀出圣殿 身后效应 效情 拳佬等巨拨 率领群雄杀出 于大长老陡然开口大喝 高声道 方剑阁 君思邪作乱 剑门弟子 与我平乱杀敌 剑门上下 弟子大乱 君思邪高声道 于长姬勾结外敌 欺世灭祖 还请丰寿主长老出关 斩杀此辽 于大长老心中凛然 连忙向孝英孝琴二人示意 抬手指向剑门问星殿 孝英记起孝琴立刻会议 两人身躯一晃 齐齐显出圆形 化作两头三手盘敖 彗星坠地般 向问星殿杂下 他们两位巨拨还未落下 深空射线罗网便已经记起 将问星殿笼罩 封锁空间 孝英抖手 阴云笼罩在深空射线罗网之上 意图在风寿竹出殿之前 便将他击杀 于大长老心神大定 看向方剑阁 君思邪 只见两位年轻的巨拨 则被魁龙族巨拨和全老阁自接下 其他长老等强者 则被各大神族和龙族的长老 祭祀挡下 而那些堂主 则在与众离神族 各大神族的大军厮杀 水子正 雷霆等人也各自动手 唯独没有人向他出手 于大长老眼脚跳了跳 迈不向方剑阁走去 心中有些欢喜 除掉这两个小辈之后 剑门一切反对我的力量 都可以镇压下来 猪的猪 镇的镇 杀鸡儆猴 便再无反对我的人 百年之后我住使 青红造白有我说 哈哈 而在此时 钟月带着六位巨拨 来到镇峰堂的山壁前 记起镇印 山壁显出一道门户 钟月走向门户 校园一步一驱 跟在他身后 老眼紧紧地落在他的脖子上 让钟月感觉到一阵阵凉意 钟月笑道 校园前辈 你距离我这么近 难道就不怕我痛下杀手 离我越近 你死得越快 校园阴策策道 老生离你这么近 是担心其他师兄 忍不住先杀掉你 你放心 待会老生 不会让你死得这么便宜这么快 老生会慢吞吞地折磨你 要知道 钝刀子杀人 才是最疼的 他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如同锯子锯骨头一般 钟月微微一笑 悠然道 我会让你死得很快 校园心中大恨 恨不得立刻将他击杀 钟月笑道 你们开启阵风垫 还需要我来记起阵音 你若是弄伤了我 当心我打不开阵风垫 校缺淡淡道 师姐 稍安勿躁 待会有的是时间 众人走入山体之中 四下看去 只见这里没有任何一样 只有一座座冷冰冰的青铜大垫 锁链相连 打开这座垫 校园冷冷道 钟月记起阵音 开启铜垫 这座垫却是个死垫 几位巨博压着钟月 进去搜寻一番 收获了许多一宝 突然风无忌听到 外面传来战斗喧哗声 微微皱眉 沉声道 正是要紧 钟师弟 哪座是镇压风孝中的铜殿 幽老面色一紧 你想放出风孝中那个疯子 万万不可 风无忌微笑道 他是我父亲 有我在 他不会伤到我们 反而会是对付剑门的力气 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 这样就可以轻易拿下剑门吧 风孝中是你父亲 几位巨博都是微微一正 但面上的紧张之色丝毫未少 即便是孝缺也是摇头 道 无忌 那疯子虽是你爹 但是他毕竟是疯子 先不要放出他 还是先解救五道神人和魔神灵 那时就算他发疯 我们也可以将他擒住 风无忌点头 看向钟月 微笑道 钟师弟 水清炎师妹被你镇压起来了吧 他被你镇压在何处 水清炎 神使何必多此一举 钟月冷笑道 还是直接叫他天象老母便是 你如何知道 他被我镇压 风无忌微笑道 他这么长时间不曾露面 自然是被你镇压 天象老母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 朗声道 天象老母 你在何处 钟月脸色微变 向四下看去 只见一座座铜电震动 墙面上浮现出一张张面孔 眼珠子滚动 向他们看来 糟了 若是这些老而不死的怪物 开口说话 说出我的布置 恐怕就会功亏一篑了 钟月暗暗捏了把冷汗 突然 一座铜电中传来水清年的声音 隔着铜墙 有些嗡嗡作响 是神石吗 我在这里 那声音虽然有些模糊 但可以听出 是女子的声音 风无忌当先一步 向那座铜电走去 目光闪动 心道 想进入地底 还需要借助天象老母 这个地头蛇 钟月向四下看去 只见那些铜电上的 巨大面孔在张口 却说不出话来 只有口型 心中微微一正 这些老家伙 被困得太久 没有法力了 经过镇压风孝中的大殿时 那大殿的铜墙上 突然浮现出风孝中的面孔 眼珠子转来转去 看到钟月 又看到各族的巨博和长老 黑黑笑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剑门大乱了 对不对小鬼 小鬼果然狡猾 我要拆穿你 钟月额头冒出冷汗 突然笑道 风师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巨大的轮回 六道的轮回 铜墙上风孝中的脸 突然露出恐惧之色 面孔扭曲 声音颤抖 七里叫道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走开 果然是个疯子 难怪会如此凶残 比我魔族还要凶残 化真夫人咯咯笑道 不过倒是一味上好的灵药 钟月一言 让风孝中疯掉 继续向前走去 距离水子安所在的那座铜墙越来越近 钟月压制住心脏 免得心脏狂跳 打开他 风无忌看他一眼 道 钟月记起阵印 铜墙的门户缓缓开启 众人向前走去 校园露出一色 道 堂堂的魔道领袖 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人族镇压在这里 也真是丢脸 嗯 这股人味从哪里来的 奇怪 很熟悉的感觉 这股魔道气息 化真夫人细细感应 插一道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钟月笑道 校园前辈 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吗 离我越近 你死得越快 刷刷刷 一枚眉剑剑 从他原神秘境中飞出 飞速舒展 煞石剑63枚剑剑彻底舒展开来 接着店内又有一道剑剑飞出 化作剑64式 是谁子安的气味 校园脸色巨变 高声尖叫 叫声中 这老玉突然四分五裂 一道道剑丝从他体内穿过 将它切碎 64道剑丝膨胀 如同64条巨龙 恐怖的剑气穿插交错 在狭小的铜电通道之中爆发 而在铜电外面 风啸中的怒吼声传来 我记起来了 臭小子 我记起来了 你把水子安那老东西葬在店内 准备暗算这些废物 嘿嘿 我要拆穿你 滚动的剑龙之中 钟月站在那里 四周虚空切裂 静静道 晚了 铜电四分五裂 被剑64式和一位位巨博的公鸡击碎 这座铜电不是第一代门主锁链 而是水子安中主的铜电 因此比不上真正的阵风店 四分五裂的铜电中 一位位龙族 当户族 名蛇 四族等族的长老 祭祀肉身瓦解 尸体碎了一垫 而其他几位巨博 各个带伤 纷纷记起自己的魂兵抵挡 华真夫人尖叫 记起白骨魔宝 冲入魔宝之中 一道道巨龙般的剑丝 跟在他的身后 也冲入魔宝 魔宝剧烈震荡 突然有滚滚的鲜血 从魔宝的门户 窗户中喷涌而出 魔宝的门户上 巨大的骷髅头 眼儿口鼻中 也有鲜血和碎肉 向外狂喷 华真夫人 碎掉了 与此同时 水子安的身影出现 小老头大袖飘飘 脚下是天象老母的蚕尸 一声呵斥 只见一道道剑丝 从白骨魔宝中钻出 又自化作剑龙 演化作一座剑 六十四式剑阵 将剩下的四位巨拨笼罩 第0312章 狮子 狼烟起 如同不断向上滚动的蟒蛇 风吹不散 东荒 从孤霞城到陷空圣城的道路上 耸立着一道道笔直的狼烟 这是定标用的狼烟 是为了给那些行军之中的 妖族练气势 确定前进方向的标记 空中 诸多妖族练气势显出原形 震翅而飞 密密麻麻的妖兽 沿着狼烟飞向孤霞城 地面上 也有数以万计的妖兽 在发力狂奔 孤霞城下 已经聚集了一只只妖兽大军 数量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而孤霞城中 号角声响起 低沉 轰动胸腔 让胸腔嗡鸣 城前有巨大的妖兽挥舞旗帜 调动山下的大军阵型 城楼上 师不易副手而立 孤弘子 浪青云站在他的身旁 还有几位妖族老者 坐在城楼内部 大荒 已经乱了 等待已久的良机 终于来了 师不易遥望大荒方向 悠然道 那些神族 费心费力去搅乱大荒 肯定死伤惨重 而我妖族则不用这么拼 我只需要检果石 他们打得死去活来 两败俱伤之时 我们出现检果石 孤弘子笑道 圣城主的确身谋远虑 让他们在那里火并 而我们则以意待劳 只是 若是剑门的战斗尘埃落定 那时 我们也会被获胜者对付 我妖族是否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我东荒的巨博 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少 我 燕云生 秀天辰 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巨博 但我妖族中 也有些家伙 习惯性地不显山路水 师不易微笑道 看到泡茶没有 茶泡得越久 沉下去的茶叶越多 飘在水上的茶叶越少 我妖族历史久远 就像泡得很久的茶 漂浮在水上的 是给外人看的 沉下去的 才是抵御 孤弘子心中 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转头向城楼内部的 那几位妖族老者看去 这几位老者 老得可怕 他定了定神 心道 茶叶泡久了 会没有味道 这几个老怪物 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 没有与其他 炼骑士交手交战的机会 他们自身的实力 还能发挥出几成 师不易微笑道 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便是我们妖族巨拨 杀到剑门 将所有外族 统统铲除之时 彻底霸占大荒 不过最让我忌惮的 是孝芒神庙大祭司 那个老鬼 不知道他的实力 比我是高士低 孝芒神族 也是泡久了的茶 浪清云也在回头 打量那些妖族老者 目光闪动 笑道 师尊 若是剑门胜了呢 那么就太好了 师不易哈哈大笑 若是剑门胜了 他们也是残兵 更容易铲除 而且西荒南荒 都被他们打残 再无力与我们妖族相争 风长是个老东西 老狐狸一般的东西 我不信 他不会没有留下后手 他看向城楼中的 那四位妖族老者 微笑道 孝芒神族有殷勤缘缺 我妖族有天玄地皇 四位前辈 你们先行一步 去大荒剑门附近等我 那四位妖族老者 默默走出城楼 踏空而去 圣城主让他们先行一步 有了这四位前辈 我们妖族的确胜算极高 只是硫磺岛主 和锦绣岛主何在 孤红子难闷道 他们也是巨拨 为何没有出现 他们在等着我负伤 好取而代之呢 师不易冷笑道 这两个混账 都是打得好算盘 我吞并大荒 如果遭到重创 他们将我挑落马下 他们便是东荒和大荒的主宰 没有大局观的东西 只会拖我东荒后腿 浪青云疑惑道 师尊为何现在还不动 还不前往大荒 因为我们终出了叛徒 师不易站在他和孤红子中央 悠悠道 我在等叛徒向我出手 我支开天玄的黄四手 便是给他这个偷袭我的机会 孤红子和浪青云 都是毛骨悚然 有些紧张 只觉自己仿佛坐在一头 庞大无棚的狮子旁边 自己被这头狮子的阴影笼罩 师不易笑道 你们好像 看起来很紧张呢 我感觉到 你们俩的汗液突然增多一丝 心跳落了半拍 青云靠近我的皮肤表面 生出213颗鸡皮疙瘩 孤红城主虽没有起鸡皮疙瘩 但是瞳孔缩小了两毫 你们俩 现在心脏在缩紧 心脏攻血提升 皮肤绷紧 攻血提升 这是紧张 随时可能爆发的征兆 他悠然道 我就在这里 叛徒也应该出手了 浪青云和孤红子 都是一动不动 浪青云笑道 师尊在说什么 弟子听不懂 师不宜笑道 若是再不动手的话 我可要前往大荒了 浪青云依旧一动也不敢动 依旧在忍耐 孤红子叹了口气 气势陡然爆发 越来越强 他的气势如同狼烟冲天而起 突然间又仿佛乌云般散开 在空中一分为二 化作双翼 只见一尊鸟手人参的妖神出现 赫然是一尊炼甲为真的真灵 他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 突破修成真灵 成为妖族中的巨拨 他与师不义脚下的城墙 城楼在砰砰砰地裂开 那座城楼如同被利剑切过 平平分成两半 东边是孤红子 西边是师不义和浪青云 与此同时 孤霞城城主府中 一声力笑传来 高亢 如神鸟长鸣 华丽无比的妖神之灵 从城中冲天起 扶摇上 与孤红子的真灵并列 屹立在孤红子身后 他的灵 与孤霞城的神灵 竟然一模一样 真灵与神灵并列 以真灵祭祀神灵 让这尊神灵的威严 不断高涨 孤红子的实力 也在不断飙升 孤红子面旁默然 冷冰冰道 事不义 你想入大荒 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我说过我妖族的底蕴身后 果然如此 连阵守边疆的大力也是巨拨 只是胳膊向外拐 事不义背负双手 怅然叹道 风长啊风长 你老到死了 也要给我留个难题 孤红子 你若是受了反叛之心 我还可以留你一命 以你的才华见识 我死之后 你便是东荒的妖主 你何必以意孤行 孤红子放声大笑 神采飞扬 施不义 你若是个老头子 我还可以等 但是你太年轻了 我等不了那一刻 这一次 我是为了报恩 也是为了杀你 杀了你 我也可以成为妖主 施不义摇头 侧头道 滚开 浪青云微微一正 心中只觉屈辱 施不义这句滚开 还是对他说的 让他滚开 他也是东荒妖族之中的巨头 被这样呵斥 心中自然不太好过 滚开 我不想背后 有其他练骑士站着 不管是不是我的弟子 都要滚开 施不义冷冷道 浪青云压下心头的屈辱 闪身飞下 降落到火山下的妖族 大军阵前 他抬头看去 只见裂开的孤霞城城楼之上 两个身影毅力 娇阳高悬在头顶 如今是冬日 即便是中午太阳也在北方 从下向上看去 仿佛那轮交阳处在裂开的城头中央 被夹在对峙的两人之间 孤红子身后赤红色的披风漂浮 刚风烈烈 大风吹妖神之意 淋雨翻飞 无胆之辈 我还以为他也会出手 没想到连这个胆子也没有 修位就算再高 又有什么用处 施不易放松下来 抬头看向对面的孤红子 悠然道 不过你的胆子却是很大 有着非凡之处 我很欣赏你 你刚才是否是说 让我从你的尸体上踏过去 好 我成全你 红龙 孤红子彻底爆发 神灵与真灵几乎融合在一起 向尸不易杀去 此时 剑门 阵风堂中 剑六十四式的笼罩之下 校圈满脸是血 记起一轮残月 幽老催动幽泉 泉水如同巨龙缠绕冲刷 山神族的巨拨四手张开 一道道射线四下击射 风无际撑开雨伞 荡开剑龙般穿梭的六十四式 目光露出谨慎 剑如龙 不是最可怕的 剑如丝 才是最可怕的 水子安 四位巨拨各种魂兵 神通 抵挡剑六十四式的围剿 这是剑门九父圣明的剑阵 也是最可怕的剑阵 水子安记起的六十四剑剑 也是剑门中的兄兵 十兄兵之一的剑剑在此 那么其他九口兄兵何在 风无际毛骨悚然 突然想到 外面已经发动攻势的拳老 小鹰 孝琴等巨拨 他的额头不由冒出冷汗 左相声 田延宗带走了十兄兵 是出自老头子的授意 而今 其他九口兄兵 也应该回到剑门了 他想到这里之时 左相声和田延宗 也来到了剑门金顶附近 九口绝世的兄兵 从他们的原神秘境中飞出 一口口兄兵陈列 魔侠 血瑶 飞燕 云剑 南山 金丸 剑丘 莲花 鱼龙 九口兄兵的凶器冲天而起 映得天空一片血红 如同将剑门的金顶 包围在血浆之中 今日可以让你们吃个痛快了 左相声低声道 你们染过主人之血 也吃过敌人之血 现在 到了你们胸威绽放的时候了 陶行仪长老 接云剑 雷山长老 接血瑶剑 黎盘花长老 接莲花剑 第0313章 好饿 九口兄兵来自八个氏族 云剑出自陶陵市 血瑶剑出自雷狐市 莲花剑出自黎山市 南山剑出自南路市 魔侠出自田峰市 金丸出自君山市 剑丘出自秋潭市 飞燕和鱼龙出自有余市 左相声和田延宗机灵得很 选的人也很是巧妙 将一口口兄兵 送到对应的长老手中 不过鱼龙剑 则被他交给了方剑阁 金丸剑交给了君丝鞋 至于飞燕剑 则交给另外一位 君山市长老君五眉 兄兵有势主的凶险 但同样也是神兵之下 最好的宝物 九口兄兵 落入长老级的强者手中 顿时呈现凶威 原本剑门的实力并不占优 但是这九口兄兵一出现 形势立刻逆转 风长的后手 于大长老心中一寒 只见血摇剑在雷山的催动下 如同一头赤红的血摇 巨大的剑身 如同锯子一般 两边都是锋利的锯齿 这口吞噬了十一位主人的兄兵 仿佛大无功一般 在空中转动 周身雷纹飞腾 上下飞舞 几个回合间 便将雷霆长老斩杀 又杀向另外一位龙族的长老 云剑在桃星仪这老太太手中 则是千变万化 时而如云散开 时而如沙暴呼啸而过 时而如盾挡住攻击 带走一条条性命 黎盘花手中的莲花剑 仿佛真的是一朵莲花 与妖连妖神元神融合 莲花花瓣层叠绽放 向外飘飞 收割性命 田真如催动魔侠 130口无形剑气 从中射出 四下切割 剑气无形 令人防不胜防 丘震记起剑丘 剑丘与其他兄兵不同 其他兄兵都是 真正的剑形魂兵 而剑丘则是剑种 誓葬剑地 剑丘上没有一口完整的剑 都是残兵 只剩下残片的剑 插满了剑种 剑宗流血 仿佛埋葬的 不是一口口没有生命的剑 而是一个个战死的生灵 君武眉记起的飞燕剑 则是出身自有于世 形如飞燕 是速度最快的剑 南书真记起的南山剑 最为霸道雄魂 这口剑是封筑形 记起之后 粗大如山的剑气碾压下 而君丝协记起的金丸剑 则就是一枚金色剑丸 不大 只有鹅卵大小 低溜溜转动 一道道剑丝四面八方射出 与他的摇情相互辉映 而方剑阁的鱼龙剑 也是来自有于世 这口兄兵是鱼龙之行 在石兄兵之中的排名最高 记起之后 化作凶神恶煞的鱼龙成威 君丝协和方剑阁 各自得到一口兄兵 立刻将自己的对手拳老 和奎龙族拒搏压制下来 风肠 风肠 你压制我一辈子 死后也不让我舒心 于大长老杀气腾腾 身后浮现出鱼龙飞燕元神 鱼龙踏飞燕 同时攻向君丝协和方剑阁 冷冷道 两位 这二人交给我 你们去住其他人 全老和那位奎龙族强者 被两口兄兵压制 岌岌可危 但是于大长老到来 立刻让他们都是松了口气 立刻脱身 向黎潘花等人杀去 黎潘花等人 立刻奋出四位长老 记起兄兵 缠住两位巨拨 不过也是显框百出 我见门十兄兵 虽然未能惊人 但只要战败 就会是主 无法接受建主的失败 于大长老高声道 全老 奎兄 尽全力击败一人 胜算可握 叛徒 陶兴仪老太太喝骂道 于大长老五指连弹 将君丝协阵的身躯乱颤 不断后退 但然道 我若是败了 我才是叛徒 我若是胜了 我写历史 你们便是叛徒 方剑阁攻上 解救君丝协的威局 于龙剑与于大长老的于龙 飞燕原神碰撞 两两后退 于大长老一袖拍出 方剑阁抬手硬汉 身躯大震 嘴角一血 于大长老哈哈大笑 朗声道 孝晴孝英 还不快点处置了丰兽竹 问星殿四周 孝晴 孝英部下深空射线落网 和英云已经将问星殿封锁 深空射线传射 煞时间便将问星殿洞穿 无数个细细的小孔 与此同时 孝英的法袍所化的英云照落 覆盖在问星殿上 用力一震 那问星殿顿时化作积粉 碎得不能再碎 风寿竹 不死也中伤了吧 问星殿碎掉的一瞬间 孝英 孝晴两位巨博化作的三手盘敖 从天而降 轰然砸落在英云之中 压在问星殿上 山体震荡 一道道裂缝 咔嚓咔嚓作响 四面八方延伸 如同蛛丝般裂开 两头巨兽从高空坠下的威能 足以将被重创的巨拨压碎 而出人意料的是 风寿竹那位老者 居然还是毫发无损地 站在问星殿的遗迹上 夹在孝英孝晴这两头盘敖的中央 孝英孝晴毛骨悚然 他们距离这位修炼剑气的人族巨拨太近了 如此之近的话 如果对方的剑气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 孝英 孝晴身不由己飞起 被风寿竹干瘦的手掌 牢牢抓住尾巴 那瘦巴巴的老者 竟然将这两头盘敖用力抡起 狠狠地撞在一处 两位巨拨口中碎牙向外喷出 头昏脑胀 还未回过神来 便又一次被抡起 再次撞到一起 哄 哄 哄 两头巨兽 如同那干瘦老者手中的破麻袋 一次又一次被抡起相互撞击 六颗头 六张口 牙齿碎得一干二净 一颗也不剩 原神出窍 原神出窍 两位巨拨连忙祭出原神 催动深空射线罗网和阴云 还未来得及催发威力 他们的肉身之中 无数道剑气 钻入他们的体内 在他们的体内勾连组合 化作一幅幅剑气图腾图案 令两位巨拨都是打了个机灵 糟了 这是祭祀图腾图案 两位巨拨六手齐齐尖叫 何止是毛骨悚然 他们体内的图腾图案 分明是要将他们活活祭祀了 把他们两位巨拨 还活着就祭祀给剑门的神灵 剑灵 丰兽竹松手 向剑门金顶栩栩一败 声音苍老无比 请神灵 剑灵 享用祭祀 老者这一败落下 深空射线如网般射来 阴云笼罩 来到他身前时 突然间静止 只见笑音笑情两位巨拨的肉身 顷刻间瓦解 镇成积粉 化作滚滚的血浆血气 如同两道长龙 涌向剑门金顶 金顶震动 封住剑门神灵的那枚神珠 被血气血浆冲飞到半空 祭祀之音大作 如同万名魔拜师的轰鸣 只见剑门金顶之处 一尊伟岸的神灵 冉冉从金顶圣殿中站起 神威滔天 那尊神灵 乃是剑门第一代门主的灵魂 此刻 被血气和血浆拥着 灵魂表面竟然涌现出密密麻麻的血管 胸腔中生出心脏肺腑 可以看到 心脏在跃动 他的血肉骨骼五脏六腑 在迅速声称之中 似乎要从死亡中复活过来 剑门神灵的手掌舒展 金顶圣殿的地面在剧烈震动 一口绚丽无双的剑光冉冉升起 剑柄向上 那是剑灵 万年魔拜 剑门山内部自动衍生出的灵 神灵抓住剑灵 将这口剑从山体之中抽出 两股神威叠加 震荡虚空 似乎重现了当年那位率领人族祖辈 杀出西荒平定大荒的神人姿态 于大长老心中亥然 抬头失神地看着那尊神灵 只觉头皮发麻 怎么会败 笑音笑情怎么会败 怎么会被祭祀给剑灵 神灵 丰兽主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两大巨拨被祭祀 剑门神灵 剑灵几乎被催发到全胜状态 这股神威足以平定一切叛乱 突然 一道剑光闪过 跌落在圣殿中的那口神剑 急速穿行 从神殿内飞出 化作一道光芒闪电般 投入到镇风堂之中 镇风堂发生了什么事 于大长老头皮发麻 那口神剑乃是剑门门主的象征 能够招走神剑的 唯有接受了继位圣典的风无忌 才能催动此剑 现在 显然是风无忌招走了那口神剑 这说明 镇风堂内 恐怕也发生了变故 镇风堂中 剑六十四式滚动 一道道剑龙纵横辟合 变化莫测 幽老 笑缺 风无忌和山神族的巨拨 陷入镇中才知道 炼制出凶兵剑剑的水子安氏 何等可怕 完整的剑六十四式剑阵 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而且刁钻无比 剑龙忽大忽小 忽长忽短 粗室有数理长短 数杖之粗 细时无声无息 比蚕丝还细 无孔不入 无坚不摧 他们四位巨拨陷入镇中 险像还生 随时都可能被这小老头 避在剑阵之内 风无忌目光闪动 突然一道剑光击射而来 射入剑六十四式剑阵 风无忌抬手 抓住这道剑光 只见剑光呼啸暴涨 神威冲天而起 一剑斩下 蒸蒸蒸爆响不绝 一根根剑丝被切断 水子安心中一惊 剑光闪烁 毫无挚爱地向他展来 忽悦 也是吃了一惊 不假思索 便向脑后探手抓去 嗡 他脑后光轮绽放 手抓入光轮之中 喝道 大大大大大 吃 今天的剑芒 从剑六十四式大阵中亮起 忠悦挥起彭与金剑迎上神剑 两口剑刚刚触碰 忠悦立刻闷哼一声 全身肌肤啪啪炸开 并非是彭与金剑不如神剑 而是风无忌的法力太雄魂 神剑向下一压 便压得他承受不住 水子安连忙抬手 抓住彭与金剑的剑柄 终于将这一剑挡下 幽老大喜 高声道 有神剑在 水子安难逃一死 风无忌 干得好 风无忌一击不中 突然闪电搬后退 纵身向后一跃 跃出剑剑剑丝大阵 持剑便向镇压风效忠的 那座铜殿披下 幽老 孝缺和山神族巨拨 脸色巨变 一个个急忙趁机 象征外逃去 高声道 风无忌 你这是何意 水子安断去的剑丝重连 又自画作剑六十四史 将山神族巨拨笼罩 那山神族巨拨 突然全身所有关节断开 碎掉 他已经把自身 练得如同神石一般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点血肉 防御力近乎无敌 但是却防不住细微无比的剑丝 幽老和孝缺 立刻向风无忌追去 突然争的一声大响 风无忌一键切开铜殿的门户 那门户裂成两半 向殿内倒下 水子安言脚肌肉乱跳 停止追击 低声道 中山市 赶快出去 那疯子要出来了 他话音未落 幽老孝缺冲至那座铜殿门前 突然一只枯瘦如柴的大手 从铜殿内抓出 一把扣住幽老的咽喉 鬼异的笑声传来 只见幽老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自身的修为法力 竟然在疯狂流失 向那只枯瘦的手掌中流去 他的气血也在疯狂流失 这只手掌扣住他的咽喉 仿佛连他的元神也一起扣住 让他的元神也无法动弹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来 元神中的精气 也在疯狂流失之中 根本止不住 被镇压了百年 我好饿啊 一个干干瘦瘦的白发青年 从殿内的阴影中走出 将幽老这尊巨薄高高举起 只见他枯黄的皮肤 很快变得有光泽起来 白发转黑 干涸的眼眶也变得神采奕奕 就我 幽老有气无力地教导 这两个字还未说完 他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 接着一命呜呼 那青年将干尸随手丢在地上 抬头向水子安看来 他看起来丝毫也不像是一个疯子 反倒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 水疏复 好久不见了 水子安眼角抖动 风孝忠脱困了 第0314章 倒行逆施 那座门户倒下的铜殿前 孝缺也站在殿前 看到幽老的死 只觉毛骨悚然 灵魂似乎都在战里 饶他是孝芒神族 饶他是巨拨 此刻也只感觉到恐怖 恐惧 风孝忠被镇压了百年 剩下的修为实力 绝不会比他和幽老高 刚才那一手也是出其不意 先控制住幽老 再将他吃掉 不过现在吃掉了幽老 那么他的实力 就要超过孝缺了 风子 风子脱困了 现在他连洞也不敢动弹一下 身躯绷紧 只要风孝忠稍有一洞 他随时都可以逃脱 父亲 风无忌站在他的身边 也感觉到一阵恐惧 这恐惧不是儿子对父亲的敬畏 而是真真正正的恐惧 害怕 他真的对他的父亲感觉到害怕 怕他会把自己也干掉 而干掉他的理由 在旁人看来一定极为古怪 而在这个风子眼中 却是非常正当的理由 水子暗脸色也是阴晴不定 风无忌手持神剑去救风孝忠 一下子便打乱了他的阵脚 一个彻底疯狂的人并不可怕 彻底疯狂的人 没有任何理智可言 但是一个头脑清醒调理清晰的疯子 那就可怕了 而风孝忠 就是这样一个疯子 理智的疯子 一个为了研究功法神通 可以任何事都做出来的疯子 甚至解剖神灵 魔灵的疯子 突然 中月十海中心火巧声道 这个疯子的血脉比你还纯 体内的伏羲神血 最低觉醒了一成之多 中月心中一惊 觉醒了一成 心火 他的血脉觉醒的是 哪一部分能力 伏羲神族的神体 拥有各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神眼 滑须式的先天蛇区 龙灵 众铜双神眼 神心 神骨 剑门第一代门主就是风氏 那位门主的伏羲 血脉也是极高 觉醒了第三神眼 逆开五轮 中月如今勉强觉醒了第三神眼 还不曾完全将第三神眼领悟 想要化作伏羲真身 更是困难重重 至今还无法绊倒 只有心火借助他的肉身绊倒过 体内十分之一的神血觉醒 比中月觉醒的还要多 恐怕比第一代门主也要多 风孝中能够做到这一步 体内的伏羲血脉 必然会激发了伏羲神族的一部分能力 人族 只要血脉稍高几分 一般来说 都会开启伏羲神族的一部分能力 获得惊人成就 可惜这种人极少 只有风氏这个氏族时 有族人血脉觉醒 应该是他参悟出体内六道 开启第六轮 自身成就六道轮回 让他体内的血脉封印 觉醒了一部分 但是又没有完全觉醒 心火借助他的双眸 打量风孝中 道 先天众铜神也没有解开 先天蛇区的滑须式之尾 也不曾解开 没有雷泽式的先天龙龄 他觉醒的不是神星 就是神骨 也有可能 两个一起解开了 人族体内 有着无法想象的封印 封印着肉身和神魂 想要解开血脉封印困难之大 无法想象 中月至今解开的封印少得可怜 他的双眸重铜也并非是先天重铜 而是用日灵月灵练就的重铜 风孝中若是彻底觉醒了神星 神骨 再加上体内十分之一的福西神血 开启了第六轮 以及疯狂地追寻神通本质 的确可以解释他 为何如此强大 神星 神骨 中月定了定神 打量风孝中 好奇道 风孝中风师兄 刚才你是怎么吃掉优老的 水子安器杰 自己身边的这个小家伙 居然还没有逃走 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去问对方是怎么吃掉优老 当即没有好气地解释道 他用的是魔族的魔宫 天魔解体 将优老解体了 分解他的肉身 法力 精神力 元神 气血 当今世上 精通这门魔宫的魔族 不超过五个 都是魔族的巨拨 九副圣名的老怪物 中月思索道 不对 除了天魔解体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法门 否则他被镇压百年 非常虚弱 镇压不住优老 是了 他的眼睛不由亮了 拍手笑道 我知道了 是武道宗师 武道宗师封闭了肉身 让元神和法力 无法离体 风师兄刚才镇压住优老 是封闭了他的肉身 堵住他肉身的所有毛孔 让他的元神无法离体 除了天魔解体 和武道宗师的封闭肉身法门 这里面应该还有其他神通 你很不坏 能够看出 我用武道宗师的法门封他 风孝中上下打量他 对他也露出好奇之色 耐心解释道 我解剖了 330多位众离神族的武道宗师 研究出他们的肉身奥妙 我对武道的理解 还要超过绝大多数的武道宗师 我封闭自己肉身的时候 与武道天师一般无二 武道天师的肉身有多强 我就有多强 钟月询问道 那么你用的是 道行逆师的法门 封住幽老的肉身吧 怎么才能做到道行逆师 还有 你扣住幽老的咽喉时 还施展了什么法门 道行逆师 是我开创的功法 自然不能告诉你 风孝中的耐心出奇的好 彬彬有理的解释道 单纯的武道宗师 封闭肉身法门 镇不住一位巨博的元神 我还用到了白泽式的风神之术 还有昆族的精神力风筝大法 这门大法 是我与一头 从陷空城下爬出的大家伙交易 换来的功法 为了控制这个老的肉身 我还用上了西荒山神族的肉身 化作神石的法门 刚才死在水书手中的 那位山神族巨博 修炼的便是这门功法 不过他们是自己修炼 而我是道行逆师强加于人 变成杀生的手段 钟月的眼睛越来越明亮 不经击掌赞叹 连声称妙 当时风师兄的法力 实力都远不如幽老 但是你封闭其肉身 关注他的元神 然后封印他的元神 镇住他的精神力 又将他的肉身实化 让他的实力大损 幽老慌乱之下一步书 步步书 然后天魔解体 将他的肉身 法力 精神力 元神 气血瓦解吞噬 变成你的法力 精神力 气血 此消彼长 他就死定了 他不仅对风孝中佩服万分 那一抓 看起来很简单 但里面动用的学问太多了 包含了五大神族的绝学 不过最为强大的 还是风孝中自己开创的功法 道行逆施 将其他神族的功法逆转 强加于人 变成杀生的神通 道行逆施 是非常可怕的功法 只有将其他神族魔族的功法 研究到极尽之处 才能开辟出 如此变态的功法 风孝中盯着他的眉心 突然道 我喜欢你的眼睛 他盯着的位置是眉心 钟月的第三神眼所在之处 钟月的第三神眼不睁开时 只能看到 他眉心有一道细柳叶的纹路般的惊现 不过风孝中却见过钟月施展神眼 所以很早地就惦记上了 更让风孝中惦记上的 恐怕还是星火借助 钟月的身体施展出的碎黄真身 钟月记得当时风孝中的眼神 像是要将他包开细细研究一般 水子安看到风孝中的目光 心中一领 连忙将钟月拉到身后 探手取出一块令牌 冷冰冰道 风孝中 这是你当年给我的令牌 持此令牌 办一件事情 现在令牌还你 他抖手抛出令牌 风孝中接住 微微一正 水子安大秀飘荡 冷冷道 我要你不许伤害任何一个人 给我滚出剑门 拿着令牌 滚 风孝中将令牌捏碎 风轻云淡道 水叔 不许伤人和离开剑门是两件事 你要我办哪一件 水子安迟疑一下 这个祸根留在剑门 恐怕凶险更多 但若是许他伤人 恐怕不知多少人要遭他毒手 我要你 水子安吐出 一口浊气 做出决断 今后不能再伤害任何人 那么 我可以留在剑门了 风孝中哈哈一笑 大步向外走去 笑道 水叔 你还是老狐狸 不能伤害任何人 一下子便将我的路子堵死了 让我想剖开几个人 研究都不成 不过你没有说 不能伤害其他种族 倒是给我留下许多乐趣 我好多年 没有出来过了 父亲 风无忌连忙追上 笑却迟疑一下 也跟了上去 低声道 无忌 开启其他铜殿 请出那些被镇压的存在 风无忌握紧神剑 看向其他的铜殿 水子安这小老头叱咤 64枚渐飘浮 索索索转动 化作64道剑龙 随时准备爆发 阵风堂内的这些铜殿中 还有不少尚在人世的强者 久而不死 若是释放出来 必然会是一场莫大的灾难 即便 他对神剑和风孝中极为忌惮 也万万不能容忍这一幕发生 必须要阻止 风孝中突然停下脚步 侧头打量风无忌 你是我儿子 我想想 嗯 你应该是我与孝芒神族的神女生下的儿子 难怪会救我 不过你斗不过 你爷爷的 我都斗不过他 收剑吧 赶紧把这口剑扔了 风无忌心中一惊 道 父亲 这口神剑 老头故意交给你的 让你放我出来 风孝中迈不向前走去 悠悠道 他是何等老奸巨华 但是他心中还有一面亲情 想要在死前见我一面 而我犯下重罪 他不能亲手释放我 所以让你得到神剑放我出来 你能催动神剑 应该是成为了剑门的门主吧 不过老门主不死 你始终只能控制神剑的皮毛 你若是持剑开启其他铜垫 神剑便会杀你 他走出阵风塘 声音传来 你是他孙子 却是人族叛徒 他能忍住让你救我 但绝对忍不住 你霍乱剑门 把剑丢掉吧 你哪里能斗得过他 你还是能躲多远 变躲多远 我老头发狠起来 嘿嘿 剑我一面 他就要大开杀戒了吧 风孝中难难道 第0315章 想得越多 错得越多 风无忌闻言 连忙将手中的神剑丢到一边 与孝缺一起走出阵风塘 忠岳和水子安也走出阵风塘 忠岳记起阵印 将阵风塘封印 而水子安则杀向孝缺 孝缺记起残阅抵抗 高声道 无忌 与我联手 无忌 风无忌消失不见 只有风孝中 迈步向剑门金顶而去 只见金顶之上 巨大的神灵手持剑灵 纵横辟合 收割性命 第一代门主的灵魂 此刻得到两大巨拨的祭祀 几乎相当于第一代门主重生一般 所向披靡 势不可挡 这尊神灵 可以说是剑门最大的屏障 先前有神珠镇压 现在被冲飞 对于叛乱者和外族炼弃士来说 就是一场血腥屠杀 这幅场面极为震撼 整个大荒都感觉到恐怖的神威动荡 神威甚至席卷整个大荒 方圆十万里 都可以感觉到那不是之威严 孤霞成 孤红子与诗 不易在空中血战不退 他速度极快 疏忽来去便是数百里 纵横如电 屡屡扑击 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前一瞬 他还在数百里外 但是一瞬过后 他便已经来到诗不易身边 再一眨眼 又在数百里外 而诗不易则是站在空中 如同大话诗作画 轻描淡写 闲庭信步 挥洒之间便将孤红子击退 他的法力无比雄浑 孤红子的速度虽快 虽然借助了孤霞成的神灵 让自己的实力翻了数倍 但是每次碰撞他都承受极重的反击力 伤势累积 越来越重 突然 诗不易感应到大荒内部传来的那股神威 眼睛一亮 笑道 风尝这老鬼 果然留有后手 不过现在他的后手已经全部激发 而孝芒 仲礼等神族 则承受他的后手之威 必定死伤惨重 现在 终于可以动手了 浪青云 率众杀入大荒 诗不易一声怒吓 突然身躯变得越来越庞大 衣衫炸裂 脖子处浓力无比的棕毛 密密麻麻向外钻出 不 他的脖子处 又生长出一个脖子 那脖子上 竟然也顶着一个脑袋 接着便听不啵啵的响声传来 一颗颗脖子 从他的胸腔中生长出来 竟然在这短短片刻 便生出八根脖子 各自长着一颗狮子头 九头狮子 诗不易终于显出了真身 这九头狮子 如同山巒一般庞大 站在半空之中 棕毛浓密无比 突然放声大吼 九生狮子吼连在一起 吼声将孤红子冲飞在半空之中 衣衫近乎破碎 肉身破破烂烂 吼声中 孤红子叠血 突然怒叫 一根根羽毛从皮肤下钻出 身躯膨胀 陡然双翼一盏 化作一头一盏十多亩的精英 冲天而起 在空中划过一道惊鸿 双神一体 灵体合一 那精英长笑 他的鸟手人身原神 与孤霞城的神灵融合 没入他的身躯之中 精英的身躯再变 化作一尊金光灿灿的 鸟手人身的神人 扑向九头狮子 那九头狮子 突然身形晃动 化作一尊九手神人 哈哈大笑道 孤红城主 你很不错 的确很不错 居然能够将灵和神灵 用到这一步 杀你真是可惜 不过 我还不能不杀你 九手神人张开八臂 手中出现一口口魂兵 正是八级兵 刀 剑 双盾 双钩 鞭 铁 八级杀阵启动 下方 浪青云抬头看着空中的战斗 心中默默一叹 率领妖族大军 向大荒进发 而在此时 大荒的西方边陲 连云山脉 大雪连天 雪花大如席 飘飘荡荡 弥漫雄山 将一座座大雪山 穿苍茫的血色 动 沉重的鼓声 从雪山之中响起 鼓声沉闷 震荡 雪山震动不休 只见一支支 由炼气室组成的军队 全身铠甲 手持刀枪 踏雪而行 向大荒进发 这一对对大军 竟皆是三手人身 三颗脑袋 皆是盘骚之手 赫然是孝芒神族的炼气室 那鼓声响动 只见大军之间 一尊尊四臂五眼的巨大石人 胸前挂着大鼓 四手各自抓住一根鼓锤 咚咚敲响 十人高达二十丈 如同前进的石山 走出连云山脉 进入大荒之中 而在空中 一座孝芒神庙漂浮 缓缓使出苍茫的血色 神庙大祭司站在庙门前 目光摇摇看向剑门 风长的后手已经进出 是该平了剑门了 大祭司目光深邃 向身后十几位年轻的孝芒神族 炼气室笑道 左相声 田烟宗带走了石兄兵 当时我便想到 这是风长的后手 此刻这两人应该回到了剑门 但风长此人足智多谋 他死前肯定不会留下一个后手 如今剑门的神灵 剑灵的气息爆发 说明风长死前布置的后手 已经被引动 庙中这十几位年轻的炼气室 显然是孝芒神族年轻一辈中 最为出类拔萃的存在 否则也不会被大祭司带在身边 随身教导 传授 一位女子道 大祭司学究天神 我等佩服 只是 大祭司明明已经让四方神庙的 四位巨博前辈带去了望雨神珠 为的就是封住剑门的神灵剑灵 为何大祭司还要等待那神灵剑灵的爆发 而且 为什么神灵剑灵爆发 大祭司反而就下令征伐大荒呢 他这问题 问出了许多炼气室的疑惑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剑门的神灵 剑灵爆发 让剑门的实力大涨 前去征伐 反而会死伤惨重 如果损伤太大的话 孝芒神族就无法占据剑门 而大祭司偏偏下令进攻大荒 恐怕会有一场血战 不会轻松 大祭司露出赞许之色 笑道 我让殷勤圆缺带着望雨神珠 便是要他们封住剑门神灵和剑灵 想要激发神灵剑灵 便需要引动封长的后手 他的后手被引动 剩下有危险的便不多了 十几位炼气室恍然 大祭司继续笑道 封长的第一个后手 是石兄兵 石兄兵虽然凶残 威能极强 但是毕竟还不是神兵 殷勤圆缺再加上我族 在剑门的神使也是巨拨 便有五位巨拨 而剑门只有方剑阁 君思邪和风寿竹三位巨拨 就算手持石兄兵 也拿不下他们 跟随我孝芒神族前驱的仲离 神四 奎龙 当户 鸣蛇 龙族 山神等族的炼气室和巨拨 便是与剑门火兵的炮灰 足以挡下石兄兵之威 他悠然道 而于长姬此人野心足够大 实力足够强 但野心大 反倒是他的弱点 他必然会拼死去屠杀自己的族人 镇压一己 因此他也是炮灰 有了这些炮灰在 足以抵挡住风肠的第二个后手 那就是剑门剑陵神灵 这两个后手便会被轻轻松松瓦解 而我孝芒神族则不伤元气 十几位孝芒神族年轻炼气士更加赞叹 大祭司笑道 祭司神灵需要准备的祭品非常多 维持神灵运转 每一刻都需要消耗极多的祭品 一口气将神灵和剑灵复苏到这种近乎神魔的程度 可见剑门将风肠准备的祭品一股脑祭司了 我们攻打大慌 他们的祭品不足 神灵和剑灵之威便会小了许多 只能被人族唤醒 而没有多大的战力 神庙中的年轻炼气士佩服的五体投地 细细揣摩这些制斗 只觉大祭司的智慧简直高绝 风肠应该还有第三个后手 那就是水子安的令牌 水子安死前 应该将他的令牌交给中山士 中山士交给了风肠 风肠此前 必然会动用这些令牌 去各族请援军 大祭司会笑道 不过我查了一下 这些令牌没有送出去 西荒 东荒 北荒 南荒 和龙族的巨拨 巨头 并未收到令牌 可见 风无忌和于长基 将这些令牌挡了下来 所以这个后手就废了 没有了这个后手 前两个后手被破 剑门还有什么本钱 当我孝芒神族的虎狼之师 所以 我在感应到剑灵和神灵的神威之后 让你们兵出连云山 便是这个道理 年轻的炼气士文言 一个个惊叹 太厉害了 大祭司这智慧 实在太厉害了 如此强大的智慧 岂能不百战百胜 孝芒神族的炼气士大军 前进速度极快 就在这说话之间 已经前进了千里 神庙中 大祭司盘算一下距离 高声道 现在距离已经可以用通神镜 查看剑门动静了 与我激发通神明镜 三面镜一起照耀剑门 立刻有神族力士 用云车架起通神明镜 那云车乃是一朵云彩 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状 如今被当作架起通神明镜的高台 三面通神明镜被架起 静光激射而出 照向剑门的方位 孝芒神族也曾经用这等手段 去偷窥数万里外的神鸭族 结果被神鸭族的大祭司 将通神明镜烧化 在连云山脉 通神明镜无法观察到剑门 毕竟从连云山脉到剑门 还有近五万里 而现在 三面通神明镜的威能累加在一起 差不多可以映照出剑门的情形 三道静光重叠在一起 镜中映照出剑门的情形 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大祭司面带微笑 愁愁满志 抬头打亮镜面 只见镜面映照出剑门经顶 突然静光不受控制般扭曲 照耀在一位白发老者身上 那位白发老者转身 向明镜看来 他的目光隔着四万多里 似乎依旧清晰无比地 看到明镜前的大祭司 大祭司心中一惊 狮声惊呼 风长 笑出苍山 很久不见了 明镜震动 竟然传出人声 终于把你引出来了 大祭司毛骨悚然 全身一片冰凉 连忙高声道 停军 停军 停止前进 所有将士 立刻回西荒 回神族领地 笑忙神族的大军人马大乱 大祭司怒吓 连连下令 终于让全军停下 向连云山脉而去 而这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大祭司心神大乱 白发飘舞 喃喃道 他装死 他装死 是了 他是准备杀我 要我的性命 我必须走 必须回到神庙圣山 借助我祖祖被神灵来抵挡他 干掉他 我必须离开 以我的速度 足以在他追来之前 回到圣山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目光呆滞 呆呆地看着下面 急行的笑忙神族大军 大祭司正了正 又转过身来 看了看自己身后的 这些年轻恋气势 一颗心冰凉 扎光他们 我神族的年轻一辈 就会死伤无数 断了根基 距离灭族不远了 他的白发飘扬 心越来越凉 越来越冷 我走了 他们都会死 我不能走 只有我能挡住风肠 大祭司难难道 我必须要用自己的命 换他们的命 风肠 你一定早就预想到这一点了吧 我败了 我想的太多了 想的太多 错的越多 这次错误 他需要用性命来偿还 第0316章 苍云出雪山 剑门山 金鼎 风寿竹的模样变化 恢复成本来面目 老头子背负双手 慢慢地走向金鼎圣殿 金鼎处大战还在继续 不过已经基本平定 只剩下于大长老 拳老和奎龙族巨拨 这三位强者还在支撑 于大长老一脉的强者 已经被击杀殆尽 还剩下少数叛逆 陷入围困之中 奋力抵抗四面八方而来的围攻 而于大长老三位巨拨 也是岌岌可危 陷入围攻之中 最为危险的 还是剑门的神灵和剑灵 让三位巨拨 都是身受重创 门主 老头子走过之处 剑门的炼气室 站在道路的两旁 看着这位老者 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既是迷惑 又是激动 激动得难以自持 门主 一个又一个声音响起 诸多声音渐渐地合拢 变成一个声音 如同一股激动人心的洪流 门主回来了 老门主回来了 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回来了 浴血的弟子 提着剑势力在一旁 当狼 抵抗的叛逆 颓然地丢掉手中的魂兵 失魂落魄 老门主回来了 风长还活着 全老惊慌失措 死在剑灵之下 魁龙族巨拨怒吼 化作原形 变作独角魁龙 吼声如同鼓声 震荡不绝 向四面八方轰击而去 将围攻着逼退 随即腾空而起 试图逃脱 九口兄兵齐齐飞至 插入他的胸腔之中 这位魁龙族强者 虽然修炼到真灵境 也修炼了不死之身 但还不曾达到魁正的水平 被凶兵试魂 吸走一身气血 死于非命 而此刻 剑门神灵剑灵的祭祀之力 渐渐衰落 对于大长老 没有了多少威胁力 于大长老浑身是血 双目赤红 荡开四面八方 袭来的魂兵和神通 然后他看到了那位走上金顶 走向他的老人 突然 于大长老仿佛失去了 所有力量一般 惊奇神颓败不堪 斗志土崩瓦解 嘿嘿笑了起来 风长 难怪我自始至终 只能坐在你的下手 呵呵呵 你在临死前 也要算计我一把 老头子从他身边走过 站在剑门圣殿的门前 于大长老抬头笑道 成王败寇 风长 我败了 取我的性命吧 老头子看也不看他一眼 突然开口 苍老的声音震动 传遍全山 全山弟子须知 于长基于大长老 于我定计 设下此局 为保我剑门平安 于大长老 甘愿背负骂名 因外敌入伏 惊剑斩朱笛 于大长老公莫大焰 只可惜 于大长老与外敌浴血奋战 战死在金顶圣殿之前 未能见到这场胜利 全山上下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仿佛在听天书一般 一个个不知所措 于大长老也是微微一正 顿时醒悟过来 声音低沉道 你的意思是 我若是自尖而死 便最不牵连有余事 对吗 老头子默默点头 道 你不笑 但有余事的祖宗 却是人族的功臣 有余事不能因你而毁 他之所以这么说 不是为于大长老开罪 让他脱身 而是为有余事开罪 让有余事脱身 有余事是大荒的第二大士族 因为于大长老的叛乱 而遭到牵连 于大长老败后 有余事必会遭到清洗 那些没有犯错的族人 也会因为这次叛乱 而一蹶不振 替于大长老背负骂名 无法抬头做人 大荒的第二大士族 可能会瓦解 分崩离析 不复存在 而老头子 说于长鸡是引诱敌人入服 因此战死 百年之内 或许还有人记得 这次叛乱的真相 但百年之后 关于这次叛乱的影响 便会消散 有余事的子弟 也会源源不断 有人成为炼器士 不至于断了祖辈的传承 于大长老眼睛渐渐明亮 看向人群中 有余事的子弟 这些子弟一脸惶恐 风长 我不及你 于大长老抬手 拍在自己的脸上 将自己的脸拍得稀巴烂 头颅也四分五裂 尸体倒在地上 他拍烂自己的脸 却是觉得自己 无言去见有余事的 列祖列宗 因此要毁掉自己的向往 忠越走上山 见状怅然 风啸忠还在他前面 人群中渐渐地 有不少人认出他来 面色凝重 几乎与老门主 出现时一样 让人震惊 不过老头子出现 是众人爱戴引起的轰动 而他出现 则是恐惧引起的轰动 风啸忠对众人的目光和惊恐 不以为意 迈步走来 距离老头子越来越近 父亲 你要见我 我来了 风啸忠走上前去 躬身笑道 老头子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 像一个老父亲 见到了久久不见的儿子一般 道 抬起头来 让我看看你 风啸忠抬起头来 老头子细细端向他 仿佛要将他的面容 永远地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一刻 他是不是无双的剑神 而是一个无比疼爱 自己儿子的父亲 知道自己将死 因此想要记住儿子的相貌 滚 老头子闭上眼睛 立声道 新门主降不住你 剑门容不下你 滚出剑门 只要我还活着 你便不要回来 风啸忠呆了呆 男男道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不能回来 老头 你流放我 老头子脸颊两行老泪滑下 气势陡然绽放 贺道 还不快滚 要我斩你吗 老头 你是生我养我知我知人 你让我走 我不能不走 风啸忠跪下 恭恭敬敬地叩头 然后起身 呆呆地看着他的老脸 仿佛要将他的 苍老容颜铭记于心 随即转身 大步离去 中越有些迷茫 老头子性命不久 现在流放风啸忠 恐怕也流放不了多长时间 等待老头子逝去 风啸忠还是会回来 那么这次流放 还有什么意义 风啸忠 恐怕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水子安长老走来 他已经将孝缺诛杀 斩羽见六十四世剑阵之中 看着风啸忠远去的身影 叹道 他太乖辟乖张了 风家的父子都是一个样 风啸忠不会再回到剑门 因为回到剑门 就意味着老头子死了 而在他心中 他的父亲永远不死 所以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老头子将他永远地流放了 原来如此 忠悦心头震动 明白了为何老头子和风啸忠相见 却难过得如同生离死别一般 因为这就是生离死别 风啸忠知道老头子将要做什么 知道他必死 活不过今日 老头子赶他走 也是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日 放他出来 就是为了父子见上最后一面 剑门容不下风啸忠 一个疯子是不能做剑门的门主 何况他连同族也杀 何以服众 老头子死后 剑门中再无人能降服这个疯子 心门主震不住才华绝代的风啸忠 只要不是他的父亲 就算面前坐着一尊神 一尊魔 也震不住他 而且 风啸忠的仇家太多 老头子死后 剑门挡不住 所以只能流放他 让他永远不再回来 而风啸忠的心中 老头子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也就意味着 他此生此世 将不能再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 风啸忠回到剑门 那么就说明他彻底的疯掉了 彻底的抛弃掉最后一丝亲情 水子安目光忧伸 低声道 那时的他 会是最可怕 最疯狂的他 忠岳点头 心中没有老头子的身影的风啸忠 是绝对的恐怖 宁愿面对神魔 也不要面对那样的风啸忠 神剑飞来 门主法袍也呼啸飞来 老头子主见而立 换来方剑阁和军司邪 温和道 方剑阁 你罪心于剑 剑门门主之位交给你是束缚你 限制你的成就 所以 门主之位交给军司邪 你可心服 方剑阁下拜 弟子心服 老头子 看向军司邪 道 剑门门主 需要有把自己当成牺牲 摆上祭坛的心态 需要在老死前 进入魔魂禁区 捐躯于地下 守护地下五百年平安 军司邪 你是否准备好了 君司邪下拜 弟子准备好了 老头子将法袍披在他的身上 大荒所有部落的灵在共鸣 剑门神灵和剑灵浮现 见证这一幕 新的剑门门主 在大荒的灵的见证下 登上宝位 司邪门主 兽印被封无忌带走 记得取回兽印 这口神剑我还需要用一下 我死后 神剑会与我的尸体一起回来 老头子吩咐一句 环视四周 微笑道 我需要一个收尸人 中山士 你过来 中月走上前去 站在他的身边 老头子笑道 你随我去 见证我死前一战 我死后 你背着我的尸身和神剑回来 我剑门需要这一战 需要让所有的神族魔族和妖族 看到我剑门的力量 中月默默点头 老头子看向水子安 道 我死后 会有反扑 你的令牌要舍得用 水子安抹去老泪 笑道 有我在 谁也扑不到我们剑门山 老头子脚下苍云一躲 将中月一起托起 飞出剑门山 向西而去 山上 剑门的弟子遥望 落泪 他们知道 老门主这一去 便是诀别 这一路上 正是有我人族的先辈 以自身为灯 点亮我们周围的黑暗 正是有我人族的先辈 以自身为府 劈开我们四周的荆棘 让我们人族在黑暗中 摸索出一条道路 得以前行 中月看着从苍云边 飞速逝去的山巒 行道 星火带带传承 我愿做个点亮黑暗的灯 只是我还不够强大 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连云山脉 靠近西荒的一侧 孝芒神族的大军 还在向着神族的领地前进 大祭司催促大军 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赶 几乎是驱赶一般 高声鹤道 走神战之地 那里更快 路途更短 神族大军浩浩荡荡 进入神战之地 许多孝芒神族弟子不禁好奇 大祭司为何要我们走 这条险路 我们虽有生路的地理图 但神战之地 毕竟还是极为凶险 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踏入死地之中 神战之地凶险无比 数万大军走这条路 而且是全力赶路 恐怕会有许多弟子 被挤入危险区域 若是掉进去 就算是巨拨 也必死无疑 大祭司驾驭神庙 停在大军后方 心道 唯有神战之地这等凶险之地 才可以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守护驻族人 拦下风肠 大军走入神战之地 大祭司突然将神庙祭起 送入神战之地中 神庙里的那些年轻恋气士 心中纳闷 高声道 大祭司 你为何不走 大祭司回头 笑道 你们走吧 我不回去了 记得来年今日 祭奠我 他抬头向连云山脉看去 只见苍茫大雪中 一朵苍云出雪山 第0317章 爆粗口 钟月站在苍云之上 看着前方浩瀚无际的神战之地 心绪跌宕起伏 当年我人族的先辈毕露蓝旅 率领族人杀出西荒 于此地大战 留下了神战之地 而今 门主来到此地 为了我剑门 为了我大荒 无论如何 都要除掉大祭司 杀了他 才能为大荒人族和剑门争取实践 钟月心中默默道 时隔万年 我人族两次叠血 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保护人族 苍云缓缓降落 前方便是神战之地 大祭司站在唯一的生路入口处 等待他们的到来 孝芒神族的大祭司 也是为了保护他的族人 必须要留在这里 与老头子决一生死 这次与剑门的斗争中 他犯了错 犯了错 就必须要承担后果 只是这次必须要用他的性命 去为这次错误负责 下一次 我人族再临此地 不是为了保护大荒的人族 而是为了西荒 被当成粮食的人族 老头子声音苍凉 但却蕴藏着 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意 抬起手中神剑 摇指西荒 白发飘舞 笑道 中山是 我们的祖辈从西荒而来 你有没有信心 将来杀回西荒去 将其他族人拯救回来 中月站在他的身旁 胸腔中热血激荡 仿佛有千龙在胸腔中打转 笑道 弟子不是要把西荒中 受苦的族人救回来 弟子 是要脚踏西荒 让族人挺起腰杆做人 弟子要让人族改变 做万族粮食 被万族欺压的命运 让人族屹立在其他各族之上 好 老头子哈哈大笑 迈不向大祭司走去 长生笑道 笑出苍山 久等了 等得不算久 两个老人都是白发苍苍 目光对视 如同无形的神剑交锋 在空中碰撞 空中传来积月青阳脆响 空气震荡 隐约可以看到 雪亮的剑气 吃得一声切开空气 在两人之间的地面上 离出一条天欠 那天欠身达二三十丈 阵的地面不断颤抖 可怕的气势从他们身上爆发 两人都是垂垂老矣的老手 但是气血冲销 却要比年轻人更加恐怖 更加澎湃激昂 大祭司身后 浮现出伪暗无双的阴影 那是三手盘凹的阴影 高高耸立 六只眼眸 如同六轮明月悬挂空中 眼中神光如炬 凝照四周 一道目光落在中月身上 微微一正 你还带着一位弟子 难道便不怕在战斗中分心 这是中山市 你见过的 老头子向中月笑道 还不快向大祭司见礼 中月躬身见礼 道 见过孝芒神族大祭司 逆开五轮 登上神话榜的中山市 大祭司哈哈大笑 声音铿锵有力 笑道 风长 你老了 气血不如我 厮杀起来 肯定没有我持久 若是我杀了你 中山市必死无疑 你带着他来 可谓失策 老头子笑道 我带他来 不过是要他见识一下 真正的大自在剑气 见证一下 静神的存在交战 他的潜力比你我都大 这一战我除了杀你 也是为了我剑门栽培出一尊神 你没有带一位弟子前来 可见你心中 已经认为自己输了 所以没有胆量 留下一位弟子观战 大祭司身后 阴影轻轻晃动 显然老头子这话 撼动了他 刚刚用言语 给自己积累起的一点信心 吼 他背后的阴影三头晃动 愤声大吼 吼声震天 轰散天上之云 借用吼声为自己壮胆 让自己忘记恐惧 老头子迈步走上前去 道 中山市 你看好了 好好验证我在路上 传授你的大自在剑气 钟月停下脚步 留在这里观战 战斗顿时爆发 老头子与孝芒神族大祭司 都是当今世上最为顶尖的存在 接近神魔境界的存在 两位通神的巨博 辅一交手 便没有任何的试探 直接爆发自己全部的实力 他们都已经老了 试探的话 只会空自浪费自己的气血 因此要交手 便必须施展出一切手段 一切力量 尽早尽快地击杀对手 钟月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大自在剑气 真正的大自在剑气 大祭司祭出了孝芒神庙中的神兵 那神兵是一口月轮 月轮横空 月光如射线传射 而老头子手中的大自在神剑 已经没有了剑形 而是千变万化 可以化作任何形态 何为大自在 不拘于行 不拘于剑 不拘于招式 不拘于功法 真正的大自在剑气 任何形态都可以为剑 没有固定的招式 自在挥洒 将胸中的暴腹 将自己的幻想 自己的意念 自由自在施展出来 这一路上 老头子传授他大自在剑气 教给他的便是拖胎于行 拖胎于剑 拖胎于招式 然后跳出行 跳出剑 跳出招式 得到真正的大自在 现在 他观摩这场当今世上 最顶尖的强者一战 便是印证这一路上的所学 剑气激荡 如空谷幽语 雨落后空谷清新 天空必喜 如烈阳高照 热火朝天 炎炎之风 如冬日刺骨寒风 无孔不入 如春雷一声响 枯树千崖声 如秋日萨爽 映照满山红 已经看不到外物 看不到神战之地的恐怖景象 看不到老头子 和孝芒神族大祭司 纵横开合的碰撞 看不到巨大如山般的盘鸥头颅 也看不到如同明月皎洁的月轮 他的眼中只有 那璀璨如繁花 皎洁如群星 动静如蛟龙的剑气 大自在剑气 不是固定的剑气固定的功法 而是一个人胸中的才情 是仪态万芳 汪洋百合的才情话做了剑气 横贯空间 照亮一切 这一战 两位老者的气息滚动如龙 冲破神战之地的束缚 两口神兵在他们手中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 震惊西荒 惊动大荒 而神战之地中 孝芒神族大军之中的长老 祭司落泪 催促大军继续前行前进 竭力向西荒的腹地赶去 大荒的北疆边陲 孤红子全身鲜血淋漓 已经遭到几乎致命的重创 幸得他与孤霞城的神灵融合 才能支持到现在 而与他交战的诗 不易至今依旧是风轻云淡 轻描淡血般 便几乎将他击杀 两位强者之间 有着极大的差距 致命的差距 不过诗不易 没有速战速决 而是漫条斯理 漫吞吞地让孤红子受伤 伤势累积 再要他性命 他不得不如此 他不能受伤 因为燕云生和秀天辰 都在等待他受伤 等待一个难得的机会 等待他的妖神明王爵 出现破绽 妖神明王爵 存在极大的隐患 隐患不除 诗不易便不敢畅快淋漓地 绽放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而在此时 他突然心有所感 九手齐齐扭头 看向大荒与西荒的边缘之地 惊疑不定 孤红子趁机杀来 羽翼画作两口金刀斩下 诗不易脸上金融未散 转头九头狮子后 将孤红子震飞 孤红子连连可雪 却哈哈大笑 震翅画作一道金光远飙而去 那精英破空 高声叫道 我伤到你了 我终于伤到你了 老狮子 下一次 我便不只是伤到你那么简单了 我还要取而代之 成为统治东荒的妖主 诗不易抬不要追 突然停下脚步 脸色阴晴不定 陡然间 九头狮子爆喝一声 万里传音 通知已经进入大荒的浪青云 随即 他又取出图腾神柱 通知天 玄 地 黄四老 浪青云率领妖族大军 已经进入大荒五千里 突然天空中妖云滚滚 化作九颗巨大无棚的狮子头颅 九颗狮子头颅 从高空探下 张口大吼 风肠假死 立刻搬尸回来 与此同时 诗不易放下图腾神柱 身形向大荒冲去 突然又停下脚步 脸色愈发阴沉 纠结不已 风肠假死 与笑出苍山大战在神战之地 风肠拼命 笑出苍山必死无疑 风肠应该也不好过 他本来就要老死了 只是吊着一口气 要因我和那头老盘傲 他必然会负伤前来杀我 我若是施展权力 肯定不怕他 不过 我的影集还在 恐怕瞒不住他 若是被他触发了我的影集 这头九头狮子 在大园荒地边缘徘徊不已 怒吼不绝 难以做出决断 风肠拼命 老盘傲抗不了多久的 风老头很快就会来找我 就算我干掉他 也会被他逼出影集 不过我妖族大军还在大荒之中 我若是走了 他们必然会被风老头统统干掉 我到底还要不要这些轻信 不救这些该死的燕云生 秀天辰 九头狮子愤怒大吼 我不救他们 我的声望便毁于一旦 还有什么面目 在做东荒的妖主 燕云生和秀天辰 这两个你娘蛋的 肯定会联合其他城主 关主 岛主 讨伐老子 娘蛋的风长 你阴老子 诗不已咆哮不已 突然化作平日里的模样 定神 平息气息 安静地坐在大荒的边陲处 静静等待 过了片刻 诗不已突然在爆粗口 骂咧咧道 只是不知道在骂谁 神战之地 战斗愈发激烈 甚至战斗中的两位强者的身影 偏离生地 进入死地绝地之中 神战之地的余威被激发 神魔战斗的余波冲荡 神灵的秘境如星月般浮现 残破的神兵 散发着令人悸动的神威 但却不能伤到 正在恶战中的两人分毫 突然 战斗平息 老头子提见走出神战之地 神战之地中 各种绚丽的光芒照耀 五彩缤纷的光芒中 三手盘凹的阴影 耸立在各种眩光之中 突然 这尊三手盘凹的阴影 四分五裂 被神战之地淹没 老头子的气血 已然旺盛至极 旺盛的不像是一个 即将老死的老人 他的脸色 甚至还泛着红光 走吧 中山市 我们去见识不易 老头子笑道 忠越闻言 连忙起身 摇头道 师不一是何等狡猾 他恐怕早已感应到 门主的气息 肯定不会在那里等着 这可难说 老头子的表情 显得有些调皮和淘气 笑道 第0318章 魂归来西 苍云再起 两人站在苍云之上 忠越感觉到 老头子的气血 旺盛的有些不太像话 他仿佛回到了 年轻时最为巅峰的时期 这绝对不正常 正常人的气血 就像是潮涨潮落一样 有起有福 涨潮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内 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潮落 风波不起 如果长时间 维持在涨潮的状态中 对肉身 元神的损伤极大 相当于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而老头子刚刚与大祭司恶战 将对方斩在剑下 若是寻常时期 他应该回落气血 稳定精神 调理元神 等待下次大战 就算是忠越这样的少年 都不可能继续地 让气血处于巅峰状态 否则就会伤身伤神 更何况 一位性命不久的老者 现在他的气血久久不平息 说明他不是不想平息气血 而是无法平息 若是气血回落 恐怕便无法再提升上来 因此 他只能不断地燃烧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气血旺盛至极 而这样做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 不久后 必将气血挥霍一空 陷入死亡 肉身死亡 组成元神的灵和魂 也会死亡 忠越心中黯然 风寿竹代替老头子进入地底 斩杀魔魂 以老手之身 保剑门地底五百年的太平 而老头子则在地上 用自己的性命 保剑门的地上平安 风使的两位老者 为剑门付出了太多 苍云上 老头子精力旺盛 与他讲解 大字在剑气的各种疑难之处 困惑之处 不愿浪费任何时间 忠越也静下心神听讲 将自己的不解之处 一一道出 刚才他观摩两位绝顶存在一战 对大字在剑气的理解越来越深 但是理解的越深 疑问和不解便越多 因此 他也要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解惑 他知道老头子的想法 大字在剑气是剑门的正门功法 但是时间来不及 他无暇悉数 传授给新门主君思邪 也无暇传授给 已经得到大字在剑气的秋劲 君思邪没有修炼大字在剑气的根基 秋劲虽然已经得到大字在剑气的传授 但在领悟力和创造力上 要比忠越逊色一筹 因此 老头子唯有传授给忠越 然后借他之手 将这门绝学交给君思邪 从古至今 大字在剑气指 传授门主 然而老头子却没有那些条条框框 比较开明 为了救秋劲 故意让秋夫人盗走剑牌 又被忠越得到剑牌 参悟出其中的奥妙 随后他又将大字在剑气的真传 传授给秋劲 风无忌也得到大字在剑气 不过想来 老头子应该留了一手 而现在 他要忠越领悟的是真正的大字在 跳出功法 昭示的大字在 还在真传之上 唯有忠越拿变态的领悟力和创造力 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得到大字在剑气的精髓 不至于让真正的大字在剑气失传 苍云向大荒的北江飘去 速度极快 不过从神战之地出发 到北江的大原荒地有七万余里 这是最短的路程 即便是老头子这等绝顶的巨拨 也需要两三个时辰 忠越看着老头子 看旺盛的不像话的气血 心中盈盈有些担忧 这位老者 是否还能够坚持这两三个时辰 突然 老头子的气血微微震荡一下 稍有回落 忠越立刻注意到 他的脸色潮红 随即气血再次高涨 恢复到巅峰状态 忠越眼角抖了抖 突然起身 门主 我修炼过妖神明王爵 知道他的功法弱点 轰隆 他全身气血沸腾 眉心竖眼开启 一眉神眼缓缓打开 神光内蕴如同发光的流水 在眼中荡漾闪烁 忠越的气血越来越旺盛 在体表形成 妖神明王爵的各种图腾纹里 一道道图腾纹 在他体表变化莫测 代表着气血的流动 妖神明王爵 一身图腾纹极为霸道 气血恐怖至极 不过最为关键的是 眉心竖眼 眉心竖眼是气血汇聚调动之地 忠心枢纽 他缺少这枚神眼的图腾纹 我展示给你看 他摇身一晃 显出八臂冥王真身 八臂摇动 手持刀 剑 锤 钝 钩 鞭 气血流动 图腾纹变化 清晰无比 老头子眼睛一亮 细细观察 不过目光又暗淡下来 摇头道 功法弱点是功法的弱点 不是师不义的弱点 师不义 能够修炼到如今的成就 代表着他另有神眼的修炼方法 补充了冥王神眼 否则 他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他有隐患 但隐患不在神眼上 忠越展开妖神明王爵的神通 让老头子能够清晰地 看到自己的一朝一世气血变化 八级杀阵徐徐运转 让他能够捕捉到阵法的运行 道 师不义的妖神明王爵 最为关键的 便是眉心这轮神眼 神眼调动气血奔流 他的神眼 因为不是真正的冥王神眼 所以必然会有着气血上的破绽 我看不出他的弱点在哪里 不过 我运转的妖神明王绝比他的完整 所以我 运行气血和图腾纹 肯定与他有不同之处 而不同之处 多半便是他的弱点所在 老头子眼睛又亮了 看着忠越施展妖神明王的一朝朝神通 搜寻气血奔流途径 和图腾纹运转的奥妙 天下神通 修炼到一定境界 殊途同归 到了他这个层次 功法图腾的秘密 已经不再那么神秘 忠越催动妖神明王绝 这等神级功法 若是在旁人看来 都会觉得如看天书一般 而在他眼中 却可以看出 气血和图腾纹变化的规律 虽然他无法因此学会妖神明王绝 但是忠越展现出的明王绝运行规律 是完整的妖神明王绝的运行规律 而诗不易缺少了神眼这一环 他的气血和图腾纹变化的规律 肯定会与忠越有所不同 而他的破绽 就在这一丝不同之处 诗不易的修为实力深不可测 就算是巨拨 也无法看出 他的气血和图腾纹变化的规律 但以老头子的实力和眼力 应该可以捕捉到 他的气血和图腾纹变化 抓住他的弱点所在 过了两久 老头子将忠越演化的变化 悉数计下 笑道 不必掩饰了 忠越连忙停下 迫切道 门主已经看出 诗不易的破绽了 没有 老头子摇头 笑道 想要从你身上 看出他的破绽 是何其艰难 我需得亲自看一看诗 不易施展出妖神明王爵 感应他的气血和图腾纹变化 才能知道 他的破绽在哪里 倘若是 他脸色黯然 低声道 倘若是我那个不孝子在这里 现在 他已经可以借助神眼缺失 寻找到诗不易的弱点了 他摇了摇头 沉默下来 风啸中的领悟力极高 而且还是探究神通本质的大行家 那可怕变态的悟性 倒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寻出诗不易的破绽 一击至死 大元皇帝终于在望 老头子起身遥望 静静道 不要做风啸中 也不要做风长 你要做忠悦 忠悦遥望 大元皇帝之上 气血如云 那是诗不易在摇摇相摇 他心中不禁有些担心 老头子的气血又低落了一次 不过很快又恢复到巅峰 但这种状态很是不妙 苍云落下 忠悦站在他的身后 向诗不易看去 此刻诗不易显出九首 让他不由心中一惊 九首的话 意味着有九眉眉心术眼 九眉术眼的话 气血运行的规律 与一眉术眼的运行 肯定大有不同 更加复杂 刚才老头子看到的 是一眉术眼的情况下 气血和图腾纹的运行规律 现在九眉的情况下 他是否能够 抓到诗不易的破绽 疯老鬼 狡猾狡猾的 诗不易背负双手 悠然道 将我逼迫到这种份上 你是头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战之后 不知道我此生 是否还能遇到 疯老鬼你这样的对手 说起来 让我唏嘘不已 他显得很是轻松 似乎丝毫不担心 即将到来的惨烈战斗 笑道 你与笑出苍山 一战受伤极重 本来就差点要了你的老命 只是提着一口气不死而已 这一路上 我感应到你的气血 衰落了两次 两次衰落之后 你都重新燃烧生命 一鼓作气 在而摔三节 你已经到了衰败的程度 第三次提升气血 你就死了 而我正直壮年 我都不忍心 欺负你这样的老鬼 老头子散去苍云 面带微笑 大狮子口气很大 可惜心神太乱 我甚至能够听到 你九颗脑袋中 传来的吵闹声 妖族大军 还不曾回来吧 燕云生和秀天辰 是不是也躲在附近 师不宜眼角跳了跳 突然高声道 燕云生 秀天辰 我们联手干掉疯老鬼 铲除剑门 吞并大慌 你们都是功劳震天 他的声音在大猿荒地上空滚动 来回激荡 过了片刻 除了回声没有任何动静 师不宜眼角又抖动一下 心中暗骂一句 你娘蛋的 老头子哈哈大笑 神剑出鞘 一剑光寒照耀大猿荒地 师不宜长笑 九首神人爆发 八臂交错 八级沙阵顿时爆发出全部能量 中越迅速后退 躲避两大绝顶存在的战斗余波 这一战与老头子和大祭司之战有所不同 老头子和大祭司一战 一上来便拼尽全力 杀招不要命地往对方身上轰去 以伤换伤 以命换命 而师不宜却是手 拼命地防守 只手不攻 抵挡老头子的神剑之威 他的算盘很是简单 那就是 等待老头子的气血第三次衰落 第三次衰落 便是老头子精气神全面溃败 死亡之时 也是他取胜之时 他甚至开启九颗狮子头 没心处的冥王神眼 神眼目射神光 蒸蒸蒸与神剑碰撞 威能极大 丝毫也看不出他的破绽所在 他虽然在防守 但大自在剑气千变万化 防不胜防 还是能够伤到他 让他身上出现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刻 突然间老头子的气血第三次回落 看得中月心头一跳 按道一声不妙 老鬼 死在我手中 成绝我的不是威名吗 师不义哈哈大笑 陡然全面爆发 便手围攻 放弃一切防御 全面进攻 大狮子 你上我当了 老头子突然也哈哈大笑 剑光与八级杀阵碰撞 请客间变换了几百种变化 两个身影交错而过 老头子竖起大拇指 向身后摁下 一道剑光向后击射 钉的一声 射在师不义一颗头颅的脖子上 恰恰是咽喉的所在 他的咽喉被剑气封住 咽喉乃是气血运行之处 九手九条气血大通道 这条通道被剑气封住 师不义九颗脑袋顿时涨红 气血紊乱 砰砰砰 他眉心一颗颗冥王神眼爆炸 九手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 师不义肉身 气血爆开 混乱如麻 全身的气血几乎失控 立刻化作九手雄狮 眉心血流如注 呼啸奔腾而逃 老鬼 你又骗我 那九头狮子绝肠去 高声叫道 不过你追不上我 杀不了我 半空中 两道身形突然浮现 赫然是东方的另外两位 巨拨烟云生和秀天辰 化作两道青烟 直奔九手雄狮而去 两股青烟和那狮子 在半空中连续碰撞 只听骂声不断传来 你娘弹的烟云生 你娘弹的秀天辰 忠月看得心惊肉跳 此刻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只见老头子持劲力 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以美飘飞 如同神人 忠月连忙走上前去 笑道 门主 师不义吃了这次亏 被你破去妖神明王真身 未必能够 活着回到现空圣城 你刚才气血衰落 连我也吓了一跳 原来是隐诱是不宜上当 门主 忠月走到老者身前 突然心中大悲大痛 浮得大哭 那老者持剑 已然含笑而是 门主 不要走远 魂归来歇 过了两久 忠月起身 默默地将老头子背起 抬头看向大慌的方向 默念道 弟子不会让你买骨他乡 弟子这边送你回剑门 回到您守护的那个地方 你若是在天有灵 与弟子一起回去吧 不要走远了 和我回去吧 第0319章 真正的大赢家 忠月将老头子的尸身背起 首提大自在神剑 经过几日波折返回剑门 剑门山上 新门主军司协率领方剑阁 水子安等诸多长老来迎 白灵挂在一座座山头上 全山上下一片哀痛 忠月将大自在神剑献给军司协 水子安则早已命水涂施的弟子 持自己的令牌前往各荒 请一位为巨头 巨拨 民宿前来 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求他们在剑门坐镇半年 老头子死前的这两场大战 注定震惊四方 孝芒神族大祭司战死 师不亦中创 无愧于他的剑神威名 但是老门主死后 剑门的中流砥柱倒下 未免会引来一些势力的觊觎 最为危险的便是南荒的重离神族 其次便是龙族和西荒的山神 魁龙等族 不过水子安下了血本 请来与自己有救的一位为巨头 巨拨和民宿 其他势力想动大荒想动剑门 也许得掂量掂量值不值得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剑门被八面玲珑水子安守住 而西荒则陷入混乱 许多西荒神族听闻大祭司战死 殷勤圆缺其其毕命在剑门山中 孝芒神族的实力大大衰退 因此对孝芒神族动了心思 瓜分其领地 抢占其地盘 掠夺其财富 孝芒神族不会被灭掉的 中月星道 孝芒神族能够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靠的不是大祭司这样的巨拨 而是齐族的底蕴那位恐怖的老祖 居住在月亮之中的那位孝芒神族老祖宗 才是最为可怕的 西荒的神族想要吞并孝芒神族 注定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恐怕还会因此吃个大亏 那位老祖若是被祭祀 复苏过来 一定恐怖至极 此刻的东荒也是一片混乱 师不宜被老剑神破去 妖神明王真身一世不禁而走 硫磺岛主燕云生和锦绣岛主秀天臣 趁机追杀师不义 要除掉他争夺东荒妖主之位 三位巨拨连连恶战 师不义每每要逃回陷空圣城 都被他二人拦下 这两位巨拨在师不义背后捅刀子 抽刀子 再捅刀子 让师不义几乎无法喘息疗伤 剑门诸多高层齐聚一堂 水子安分析道 两位岛主应该也奈何不了师不义 师不义老谋身算 还有着自己的亲信 那就是天 玄 地 黄四老 而且师不义则徒弟虽然一般般 但是他的弟子囚青山对他忠心耿耿 可以说是众弟子中最为憨厚的一个 肯定也会前去救援 有天玄帝黄四老 再加上囚青山 两位岛主如果一时片刻间 杀不掉师不义 便会因此吃个大亏 风无忌到底在何处 还没有寻到他吗 中越想起一事 询问道 剑门的高层们对视一眼 纷纷摇头 风无忌带走了剑门的门主兽印 在剑门山的战斗 接近尾声时 消失不见 门主的兽印失踪 自然是件大事 剑门上下搜寻 就是为了找到他 寻回兽印 听闻他回到了西荒 如今已经成为 孝芒神族的白袍祭祀 甚至还有 传闻他很有希望成为大祭祀 只是西荒最近很乱 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还不知晓 谁子安道 再过几日 我派出去的使者归来 便知道 他是否是在孝芒神族了 君思写道 风无忌带走门主兽印 我与他必有一战 将兽印夺回 中越微微皱眉 心中古怪万分 风无忌带走兽印做什么 他已经是公认的叛徒 人族上下都知道 他是孝芒神族的奸细 即便带走兽印 也没有任何用处 突然 他心头微震 风无忌在西荒 也有可能还在我剑门 如果他还在剑门 那么他带走兽印 就可以解释了 化生玄宫 风无忌 显然修炼过化生玄宫 本体是风无忌 不过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 这两个身份其中之一 显然也是剑门中人 而且修炼了魔族的功法 忠越早有猜测 早年方剑阁在剑门魔虚中 遭遇的那位魔道强者 便是风无忌 用化生玄宫化生出的化身 风无忌离开了大荒 但是他的化身 还在剑门之中 而且手持门主兽印 忠越目光闪动 大脑飞速运转 各种念头分塌而来 门主兽印 不但向争着门主的权利 而且也是一件魂兵 用来打开 剑门一些重地的钥匙 他得到门主兽印 交给自己的化身 而自己远走 是为了吸引人的耳目 将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身上 从而让我剑门忽视他的化身 而他的化身手持受印 趁着我剑门大乱 尚未稳定之机 进入我剑门的重地 他这个化身 在剑门中一定不引人注目 不被人怀疑 我剑门肃倾叛逆 将造反的炼气施杀的杀 关的关 废的废 镇压的镇压 而他的化身 一定平安无恙 不会被牵连 也不被人注意 这个化身 必然是最不可能被怀疑之人 必然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人 必然是能够得到各种消息之人 他到底是谁 封无忌 到底想要 从我剑门中得到什么东西 天象老母知道 我有另一个身份龙月 可能未必 会对封无忌隐瞒 若是封无忌 得到我就是龙月的消息 知道我就是灯上月亮 杀了孝出秦之人 为何没有告诉孝芒神族 中月不禁皱眉 突然觉得 封无忌此人的心思有些复杂 不太容易琢磨 封无忌的举止 好像不是完全替孝芒神族考虑 而且 此人在这一轮与剑门的对决之后 立刻撒腿就跑 跑回西荒来看 这里面透露着许许多多的诡异地方 如果封无忌是想要借刀杀人 杀掉殷勤圆缺 杀掉孝芒神族的长老大祭司 自己登上大祭司之位呢 中月突然打了个冷战 只觉有些毛骨悚然 渐渐地想明白一些事情 剑门内乱的这段时间 孝阴孝元孝勤孝缺死的都很快 根本来不及用途腾神柱通知大祭司 也无法告知大祭司老门主未死 不过封无忌 却有这个机会 但是他却偏偏没有告诉大祭司这件事 导致大祭司率领孝芒神族大军 轻率地开进大荒 从而让大祭司为了自己的族人 不得不留下来与老门主大战 以至于他战死在神战之地 而殷勤圆缺这四方神庙的四位巨拨 也死在剑门之中 孝芒神族或许还有巨拨 但谁会是封无忌这个先天土药灵体的对手 谁是大赢家 忠越恍然 心道 原来大赢家在这里 原来封无忌所图的 并非是剑门的门主之位 而是孝芒神族的大祭司之位 他谋害大祭司的原因 或许是为了孝芒神族莫大的权势吧 只是孝芒神族如今元气大伤 他成为了神族大祭司 短时间内也无法让孝芒神族恢复到巅峰状态 此时 孝芒神族孝芒神庙 孝芒季慢慢地走在空旷的大殿中 青灯 三手雕塑 怒视雕像下的那个跪下的三手佳人 孝芒季走到那位绝代女子的尸身旁边 轻轻跪下 捧起那女子冰冷的手掌 轻轻地亲吻着 娘 我为你报仇了 外公处死了你 我怎么会听他的呢 我把外公害死了 我借爷爷之手杀了他 你放心 谁也不会知道 我在这里的作用 谁也不会知道 我为了这一日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外公以为可以将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爷爷以为 我是这场战争中的棋子 然而他们都死了 只有我 我才是这场斗争中的大赢家 大赢家站起身来 大祭司的法袍上 还带着血污 但是此刻却披在他的身上 这座冰冷的大殿中 传来大赢家的笑声 充满魔性的笑声 娘 你的儿子 如今是统治这片土地 权力最大的人 我不再是那些家活口中的杂种 我是大祭司 你应该骄傲吧 我不但要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还要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 剑门弟弟的东西 很快就会 送到我的手中 很快我便会达到 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我会超越人族的先辈 超越父亲 超越外公和爷爷 成为神 成为魔 剑门 大战中没有先生的普老先生 满脸笑容 走出内门 来到外门上院 显得心情不坏 这位老先生脾性好的很 如今剑门百废戴心 老先生在上院授课 一席课教授完毕 老先生没有回到内门 而是慢吞吞地下山而去 经过下院时 还向左相声左堂主招呼 闲谈两句 普老先生慢吞吞来到山下 悠然自得向前方走去 普老好兴致 老先生打算哪里去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普老先生连忙寻生看去 只见树下一位少年站在那里 副手抬头看天 仿佛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 原来是中山市中堂主 普老先生笑道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原打算寻你 你们阵风堂这几日 镇压了不少叛逆 我便没有去打搅你 我这次下山 打算寻几位灵妖炼制灵丹 中月收回目光 道 的确镇压了不少人 不过都是镇压在外堂 这些人难登大雅之堂 还不配镇压在内堂 而且 这几日都是劲儿师妹在处理 我则传授门主大字在剑气 普老 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还记得我刚刚进入上院 还是普老传授给我奔雷剑卷 现在回想起来 让我唏嘘不已 普老先生也是唏嘘不已 道 我当年也没有料到你 居然能有今日成就 回想起来 那时你还青葱青涩得很 而现在 你已经是镇峰堂主了 你在看什么 看白云苍狗 中月静静道 我在等普老 我成为镇峰堂主 也还是不如普老 普老才是大赢家 普老先生纳闷道 什么大赢家 中月微微一笑 道 门主受印在你身上 而且 你成为孝芒神族的大祭司 你不是大赢家 谁会是大赢家 封家祖孙三人 都拥有可怕的资质 也拥有可怕的智慧 老门主如此 封孝忠如此 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零三二零章 天外情音 普老先生诧异 疑惑道 镇峰堂主 这是在说什么 老夫怎么听得云里雾里 云里雾里 我解释给你听之后 你便不是云里雾里了 中月微微一笑 道 普老先生 你在剑门中的表现 没有丝毫破绽 最不可能引起怀疑的 便是你 不过 有一点却是你的马脚 你虽然有个老字 但你的年岁 其实并不大吧 普老先生皱眉 何以见得 你的修为才是脱胎镜 脱胎镜的练气 是满打满算 也就是一百来岁的寿命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现在最多一百来岁 中月仔细看着 他的表情变化 道 封孝忠被镇压百年 被镇压的这段时间 自然不可能 去生出封无忌 也就是说 封无忌也是一百来岁 普老是何时追随门主的 应该不超过百年吧 你看起来这么老 让人以为是 追随老门主一生 但你其实最多 追随了几十年的时间 普老先生脸色黯然 回想起主仆之情 谈道 我追随老门主 已经有五十余载了 门主失去我这些日子 也很难受 一直想随他而去 不过死者已已 老夫只能用这具 有用之身来报效见门 也是回报他的知遇之恩 至于你说 我是封无忌 则是说笑了 封无忌是封无忌 我是我 怎么可以谈到一起去 这几日 我查过封无忌的各种信息 封无忌是大人物 留下的线索很多 要比你多得多 他比你早了三十六年 进入见门 但是奇怪的是 封无忌这个天生的土药灵体 修炼速度并不快 三十六年后 他才修炼到元丹静 中月面色古怪 而在元丹静 他花费的时间 比其他灵体都长 我知道他修炼速度慢的原因 因为他不是 只修炼自己 他还要修炼他的两个化身 分心分多了 就会单个修为静静 他的其中一个化身 就是你 普老先生皱眉 中堂主 你越扯越离谱了 什么化身不化身的 还有这等玄弓 怎么没有 化身玄弓我也懂 我也会 中月冷笑道 而且我在笑出山身上 见到过化身玄弓 可见笑盲神族中 的确有这门功法 你修炼了这门功法 修成了化身 化作普老的模样 刻意接近门主 被门主收留 普老先生道 门主见我可怜 收留我 传授我功法 我能成为炼气士 也全赖门主所赐 只是你的猜测太耸人听闻 中堂主 你太累了 最好歇一歇 中月继续道 可惜 门主也不知世间 竟有这等奇功 没有看出你的真面目 你待在门主身边 许多秘星都无法瞒过你 在外人看来 你就是门主唯一的清醒 只是门主在临终前一年 曾经召我 吉尔师妹 丰寿主长老 水子安长老密伤 都是将你遣出去 不让你在跟前 显然 老门主心中是信不过你的 普老先生眉头紧锁 道 我修为低微 若是被御大长老情下 说不定便会走落丰盛 不让我知道 也是为了我好 中月冷笑道 那么我问你 门主遗体归来后 你一直没有现身 你在何处 你是老门主的仆从 最亲近之人 最不会引起怀疑的人 按理来说 老门主下葬 你不可能不出现 而你却没有出现 你失踪了许多天 这些天 你应该拿着门主授印 搜寻我建门的什么宝藏吧 普老先生眉头皱得更紧 沉默不语 你寻到了宝藏 这才现身 不过门主已经安葬 而且 你是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物 现身之后 还如同没事一般 前去上院授课 中月叹道 你没有丝毫悲伤的样子 老门主好歹 也是你的亲爷爷 你心中这点亲情都没有吗 普老先生闭上眼睛 又睁开眼睛 道 中堂主 这些都是你的意测 你没有任何证据 开启你的原神秘境看一看 不就有证据了吗 中月正色道 如果你的原神 秘境空无一物 我磕头赔罪 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普老先生摇头道 中月露出失望之色 笛声道 果然是你 普老先生顿时醒悟 失笑道 中堂主 你向我下套呢 果然够狡猾 我若是开启原神秘境 岂不是说 我的真实修为 不是脱胎镜 真是好算盘 被你炸出我的修为境界来了 脱胎镜的炼气室 还不曾开启原神秘境 只有修炼到开轮镜 才拥有原神秘境 而刚才他的第一反应 不是说他没有开启秘境 而是说没有必要 顿时就露出马脚 中月刚才的确是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猜测 而他的反应 则让中月有了证据 普老先生说 中月狡猾 不是没有道理 中月放缓语气 静静道 我有点纳闷 我就是龙月这件事 你为何没有捅出去 还请大祭司为我解惑 其实 我应该算是 你半个师父吧 普老先生突然笑道 你当年在我那里听讲 一下子便领悟到 奔雷剑决的真谛 得到真传 我心中既是惊讶 又是欣慰 后来 看到你能有如此成就 甚至把诗不义 那头大狮子 骗得团团转 让我有一种 为人诗的喜悦 你每一步成长 我都看在眼里 我明明知道 你将来可能会是 威胁到我的毒瘤 但又忍不住为你开心 不想让你就这样死掉 我很想看着你 一步步成长 一步步震惊天下 你的成就 就像是我的成就一般 这可能便是 为人诗的纠结所在 中月面色复杂 色声道 最为关键的是 我威胁不到你 对不对 你还可以让冬荒的神识头疼 我很开心看到这一点 普老先生怅然道 可惜 你现在还是威胁到我了 当年在剑门魔虚之中 你知道 为何只有你带着 十几个人逃脱吗 就是因为我欣赏你 所以才没有权力地绞杀你 否则你岂能逃脱出去 没想到 因为当初我的一点怜悯之心 造成了今日的错误 钟善士 你了不得呀 当年剑门魔虚 只有中月率领 普老先生门下的弟子 逃出生天 当时近况险恶 逃出去之后 剑门的高层也很是震惊 怀疑他们之中有天象老母 因此而排查了一段时间 现在想来 多半便是普老先生故意放水 钟月怅然常叹 道 你如今已经贵为 孝芒神庙的大祭司 地位至高无上 谁又能想到 这一切都是出自你的谋划 你才是人生的大赢家 你想到了 普老先生赞道 我原本以为取高贺寡 无论能够看懂我的作为 但是有你 欣赏我的作品 我心甚畏 钟月好奇道 你从剑门中取走的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 一定极为重要吧 否则你不可能 一心留下门主受印 甚至让自己的魔道化身冒险 普老先生悠然道 这个 你便没有必要知道了 你虽然聪明 但是你最大的错误 便在于你孤身一人 前来阻拦我 你要知道 我虽然是本体的元神化身 但是我的实力却非同小可 当初即便是方剑阁 也没有留下我 钟月点头 道 我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并非是孤身前来 门主说 他想亲自从你手中取回兽印 所以 我请他与我一起前来 门主 请 门主 君丝邪 普老先生脸色微变 四下看去 始终看不到 君丝邪到底身在何处 而在此时 突然有情音响起 情音优雁 飘渺 仿佛从天外而来 从高不可攀之处而来 普老先生立刻一声 突然身躯化作一道魔光腾空而起 他的确强大 虽然仅仅是一尊化身 但也拥有本体近四成的实力 毕竟 普老先生的本体 是风无忌这尊巨薄 他四成的实力 在法天境巨头之中 恐怕都可以数一数二 在他飞起的一瞬 普老先生脚下一点 滚动魔道神通呼啸 向钟月扑去 他的智慧是何其之高 知道君丝邪出手自己难以逃脱 但是钟月如果遇到威信线 君丝邪不能不救 而君丝邪出手救钟月的话 则给了他逃生的机会 呼 钟月探手 从原神秘境中扯出奎龙之皮 劈在身上 轰隆一声巨响 魔道神通撞在奎龙之皮上 侵蚀这张牛皮 让牛皮表面的光泽暗淡 但是皮下笼罩的钟月 却毫发无伤 普老先生飞起的那一刹 秦英突然急促起来 然后便见普老先生人在半空 突然间四分五裂 仿佛被无形的剑气斩过 被切得碎得不能再碎 秦英愈发激烈高亢 空中突然燃起雄雄圣火 火光之中剑如龙 藤魔变化 将火中的尸体碎片焚化成灰 秦英突然柔和下来 骨灰飘洒 又有秦英化作大水 水溅气冲刷而过 带走一切 普老先生的魔道功法极为诡异 能够生化魔器 就算斩其肉身 也未必能够杀得了他 所以 那秦英先斩其肉身 再以水火灭其原神 形神俱灭 这才收去秦英 钟月暗叹一声 抬头看去 只见普老先生的原神被灭 原神秘境也被绞碎 不过在碎掉的原神秘境中 却有两件东西 没有被秦英剑气摧毁 其中一块 便是剑门门主的兽印 而另一件 却让钟月身躯矩阵 失声道 怎么会是他